人生既然那么短 我更应该好好珍惜 好好去聘为我自己的梦想 这才是人生的意义 或许家居的离开 会给我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因为我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二十几岁 对人生还没有什么概念 到现在我可以继续玩 以前旧的歌 就是为了令到自己离家居更近一点 我人生态度也是这样 行不行呢 先骗自己 行 先往上吧 二十三到二十五那三年吧 大家一说起我来 就说鼓楼也就卖琴了 就把琴行关了 然后就开始重新玩乐队 我也一直在想 三万天和达拉绷巴有什么关系呢 我感觉是 这个故事是已经传了很多代的 所以它就是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三万天 是这么个一个理解法 哈哈哈 所以我们学院的